哈囉大家好 我是沙凱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今天我們要用泉水人冰河當隊長的配置 來解複科地獄級的成就喔 那這一隊只要注意你龍科帶可以綠珠子的龍科就可以了 因為王關主要有20顆香克福石盾 所以其實組隊方面都沒有太大的要求啦 隨便帶 當然是你帶師傅的主盒會是傷害比較高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見招拆招吧 好那首先第一關 第一關就是兩隻小可愛直接帶走就可以了 那來到第二階段 他會給火屬性有個增傷但很可惜我們要解成就 所以完全沒有帶火屬性的角色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打過去吧 空轉也可以啦但是最好建議是洗個技能 好接著我們來到第三關的第一階段 剛好如果手殘的朋友這一隊會是比較適合你的 因為這一隊會有高combo 那只要記住喔你的水珠是什麼變成什麼珠子就可以了 好像我們這邊是變新珠的一個部分 然後只有水珠是二消的喔 那我們就可以依照水珠二消來製造出高combo 好可以很明顯發現到這邊直接卡珠啦怎麼回事 直接尷尬好這邊不能消木珠 太多了吧太多了吧 好我們來試著疊珠一下喔 看看我們的疊珠之力怎麼樣 好像還不錯喔好像還不錯OK 這邊就疊起來 喔齁齁天獎沒有問題 這個天獎沒有問題但是 下一波應該有木珠會轉出來 所以這邊非常困擾 喔可以可以我們這邊直接開卡廟了 直接控場控起來 這樣就比較能夠轉的起來了 而且這邊我還有一些小心機喔就是 有一些小心機喔 我們還帶了很多武裝龍科 包括這個冰河的武裝龍科以及卡廟 然後還有這個 呃遊俠 遊俠的武裝龍科可以加秒 呃轉珠秒數 那會在前期你會比較需要 所以為什麼會搭上遊俠的原因就在這裡 好那我們這邊就慢慢打 我覺得直到這個冰河的主動技能跳起來 應該會比較輕鬆一點了吧 好就這個時候我們來打起來 好那基本上這邊我們就來疊個珠吧 不能守消木珠的情況 好OK 稍微的疊一下珠子我想等冰河跳起來 還有一個水跟心其實都是二小對不對 補充一下 好這邊其實你可以發現到 就直接打回去就好了 好那我們來到第四關 第四關這裡 再來轉一次 這直接手轉應該就可以過囉 好 那其實到這邊開始我們已經是可以開這個 露西或是其他常駐增傷的時候了 因為後面並沒有附加效果消除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開上露西來做增傷了 第五關的部分 第五關這裡 遇到火屬性的敵人 好幫我們轉火珠 非常的佛心 媽也沒有佛心就是 呵呵呵 一個阻擾我們轉住的東西 好 這裡我們就直接小倒了7combo 我想這波天降 即使很少但是 直接打過去完全沒有問題了 這個是就實在的關卡 所以非常輕鬆解決 那這邊我們也不需要開技能了 有靠露西的常駐增傷 其實就可以直接解決掉了 那或許 看到這邊有人會問啊 我沒有露西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換成水屋 或者是其他 呃 巫女常駐角色 水人好像只有水屋跟 跟露西這常駐角增傷對不對 所以你要不就帶水屋 要不就帶露西 我覺得會是比較好的 好那這裡的話 我們也是直接給他帶過去就可以囉 直接手轉 然後他的技能是 如果你沒有 消到強化珠的話 你的傷害會減少 那我們剛剛有強化珠嘛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強化珠 你有幾個選項可以開啦 第一個就是開冰河 冰河好像不會幫你轉到強化珠 變身後的冰河才會 然後再來是卡妙 也可以幫你轉出水強化珠 所以其實有蠻多方法可以轉出來的 好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先消囉 好 1 2 3 所以我們可以開變身了 然後開這個 他可以幫你轉出火珠來 好火珠很多 這邊我們轉完直接開龍科 綠火珠出來 好我忘記 剛才上一場應該就要先開龍科了 然後這一場才會是比較多的火珠 就可以一會兒帶走 這火珠好多喔 我們只要要綠出11顆火珠喔 所以這邊我們就把火珠給綠出來吧 除了火珠之外 會建議大家在這邊 更可以綠出水珠來 因為等一下還是會需要爆發 火珠的量好小喔 是不是有點太小了 好 喔只有火跟水欸 水跟火的一個版面 好漂亮 好這裡的話我們就直接帶走他囉 試試看 好 喔 喔 我發現這隻帶路蝦要有一個好處啦 就是 呃 在解強化珠盾之後 他就不用煩惱對不對 他會一直將 會一直把水珠轉成 強化珠欸 好猛喔 好這裡 我們就直接 空轉 過 簡單 欸其實冰河也算是簡單喔 然後我們這個可以解 泉水人的一個成就 就請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啦 好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的攻略影片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按下小鈴鐺 下次也有新的影片 就一定成功的您 我是尚凱 我們就要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通關圖 通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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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得到這個龍科了 雖然說這個龍科沒有什麼太大用途 但是 免費的嘛 拿一下